亚洲顶尖跨栏选手吴彦妮的商业代言屡屡被她催成拔债 近日与杨超越联手代言某个全球顶尖美发化妆品品牌 甚至美国最大的商业杂志福布斯都有相关的报道 吴彦妮因其鲜明的不应该界定女性与月脊不月 人人设而深受中高端女性品牌喜爱 并成为她经济的最佳代言人 吴彦妮现在在成都进行紧张的东逊活动 这个染发品牌广告应在此前拍摄 也说明此前她染发微黄 并非有意突出个性 只是与品牌方合作 吴彦妮与杨超越相关海报均已发布 杨超越长得非常美 而吴彦妮在美丽之余更有一种萨爽英姿 亚运会抢跑事件引发负面渔情 国内部分格局短浅的品牌方选择静观其变 国际高端品牌则更多关注吴彦妮 觉得她和千篇一律的我国体育运动员截然不同 她敢于表现自己 敢于对乌合之众说不 不肯随波逐流 拒绝唯唯诺诺 经济者调查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论坛贴吧中 吴彦妮还是受到了吐槽 嘲笑 如零零上将 行道容 但以女性用户为主的论坛社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吴彦妮被视为新时代女性独立自主意识苏醒的里程碑 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体育 据悉 吴彦妮已与众多高端奢侈品牌携手合作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 更多的欧美一线品牌将列队力邀吴彦妮为其发声 那些首属两端缺魔式的国内厂商早已丧失先机 而像刘亦菲和张子怡这样顶流明星到了一定水平之后 有些档次不高的品牌广告也不再接 吴彦妮几乎没有参加过世界性的赛事 亚运会和亚锦赛也只能算是洲际赛事 因此随着今年他征战室内市锦赛以及奥运会的举办 将会被更多的欧美田径迷所了解和喜爱 吴彦妮在国际上的影响注定会直线上升 重点是欧美田径迷比较纯粹 不会满脑子维京排论和锦标主义思想